修行其实就是 不断的改变因缘 把不好的因缘慢慢的远离 把好的因缘慢慢的能够举足 因为我们的身心都是随着因缘在改变 不管是外面向里面或者里面向外面 我们离不开 离不开当下的身心 离不开当下身心所对的色胜香味处罚 包括三合大地 所以修行修得好的 那当然因缘就好 因缘好福报就好 修行的条件就具足 比较容易得成就 当然真正修得好 是一切都是自在的 也就是真正修行修得好 那几乎就不随着因缘转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 我们还是一定都医因上缘 就依靠着因 然后拖着这个缘 依靠着这些缘来成就 我们能够成就的 那我们是活的生命 什么证明你活着 你还有那一份清清楚楚的自我感 就是你活着 那这种自我感当然是依在 以我们听得懂的话 就以我们人来说 因为你能思想 所以证明你是活着的 是存在着 当你不能思想的时候 那表面上好像活着 事实上已经死了 像我们现在的脑龙痴呆 这些几乎就活着 虽然是活着 但事实上它属于思想的那一部分 已经不听使唤 那只要那一份不听使唤 其实就好像石头还存在着 草木还存在着 那草木它存在着 它还有增上性 它还会春夏秋冬 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成长 但是如果我们到了那个程度以后 其实只有走向衰的路 那这种往下带的力量 其实是还蛮恐怖的 所以一定要避免 避免走到那一个路 但是以现在的科学 还有对我们生命的观念 错误的观念 有人只要把这个人身体留着 就代表救了这个人的生命 或者只要他活着还可以呼吸 就以为他有生命 其实这样子的指尖 很容易走向错误的路 也就是说会把 护持我们的身体 看得比护持我们的心还重要 只要这个人还留着 就好像他活着 这错误的观念 一定要拿掉 因为那本末导致 我们一定要让你的心活着 才证明你是存在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 你活着内涵在哪边 你活着内涵意义 是在你的起心动念的内涵 如果理解到这一层 那你就会更谨顺 你对你的起心动念 就会更小心 那你如果对你的起心动念都能够 很如实清楚的观照着 那么你的心会走向 不能扭转的路上 那个机会就少了 我们拿一个大家都有的经验 如果我在刚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 还是举比较切身的 我想吃东西 起一个念头 我想吃 那如果我们在这边 马上有一个反照 回照 现在又不是吃东西的时间 为什么会想吃 这个不太合道理 然后我想吃 我到底想吃什么 那你想一下 你想吃一定有一个对象 那这个东西是我平常喜欢吃的 所以连不该吃的时间 我都会想吃它 这是不对的想法 就你多一个反照的话 这个想吃这个念头 它就不会具体化到 带着你的身体 然后就去找这个 能吃 这个要被你吃的东西 这个叶就不会产生出来 然后吃了以后 刚好冰箱里面还有这个 你就一直吃 吃到觉得舒服 这时候其实身体可能已经有太大的压力 接着下去 那个身心就往不是很理想的方向 就运作了 那你如果第一念 前面这边就能够把它杀住的话 其实接着下来这些不好的结果 不应该做的行为 就通通不会发生 所以为什么说 那个陈立夫 以前读书的时候也读一些他的东西 他就是要从根就起 要从根就起 他是研究中医的 要医你的病 要从根就起 然后他本身呢 对佛法也有一定的认识 所以我们知道 那个根到最后 都是讲我们的心 你要医你的病 要从你的心医起 你只要起不应该起的念头 到最后一定生病 因为他是一个恶业 恶念 到最后就变成恶业 所以我们修行 不是说要把自己绑得很紧 而是要真正的自己能够做主 了了分明 我什么该做 我什么不该做 一般我们会觉得好像被绑 就是我想做不能做 好像被绑 那你为什么想做 你不去做他呢 那是你的道德 你的价值 你的决性 告诉你不能做 怎么是绑你呢 是解脱你 不是绑你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观念 把它理清楚以后 才会变成一个正信的佛教徒 才能提起正念 才能正修行 才能正菩提 如果多用错误的想法 比如说我如果来禅修 那我今天就不能去玩了 那你为什么还是会来禅修 因为你的决心告诉你 来禅修比去玩更有意义 那你就做了你该做的 心安理得 也得到了自己该获得的 那不该做你就不去做 就这么简单 那所有修行 要达到智慧的层次 一定先能做主 其实定就是能做主 随时做得了主 我心要摆在什么地方 就摆在什么地方 叫心仪尽性 就叫定 那在这个之前 你必须先守戒 守戒就是不该做 行所当行 你什么该做你就去做 什么不能做 你就绝对不能做 因为这样子 才不会被业力拖走 被习气 妄想带走 那这样才有资格进一步谈 我要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那个定 心做得了主 有心做得了主了以后 那心的自由意志 也可以讲说 我们心本来的那份 如来智慧得下 他就慢慢就会生出来 就显现出来 那时候就叫做会 戒定会 是这样来的 你如果做不了主 比如说 该行不能行 不该行 偏偏去行 就已经犯戒了 你犯戒 你心一定乱 你心一定会后悔 一定会难过 那这样子的心的状况 怎么可能生起什么智慧 那所以 没有到定的 不可能有真正的会 即使你想对了也没用 因为想对了没有做 想对了不能把它表现出来 那有什么用呢 所以 我们常常讲解行要相依 你了解你想的 一定要做得到 把它表现出来 那时候你的那个对 才是真正确定 否则的话 其实我们 每一个人都很有经验 我常常都会 起一些不错的想法 想要去帮人 还是想要怎么样 想要深入精湛或者想要去探讨什么道理 想要去写写字画画画 如果能够写一首好字 那当然就很好 能画衣服好画也很好 那问题是 不管你要写字 你要画画 都得投入很大的心血 那我们常常就这样 动一动到最后就算了 或者动一动去做 做了几天 觉得这个有难度 又放弃了 其实我们这一生里面 太多太多这样子的重复 讲那重复呢 就不断的在换 不断的在换是什么 就不断的在浪费生命 你不断的去做 你不应该做 什么叫不应该做 做以后觉得没有必要 那就不应该做 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想法 但是如果在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之前 多一点点抉择 多一点点思维 其实我们就不需要浪费那么多生命 那慢慢的我们就有很多时间 做自己该做想做的事 慢慢的成绩就会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借定会 不去做不该做的事 不浪费我的时间 在不应该的事情上 这个就借 你先有这个条件 才能够把你的时间 用在你该用的对象上 这个就定了 然后慢慢的 这些成绩就会出现了 那就叫会了 所以单界定会 我们晓得界定会是佛教里面的正法 正法就是可以亲证的 可以证明的 可以体证的 这些呢 其实随时都在日常生活里面运用 那我想 我们当然可能看很多书 也听很多 当然在这看跟听里面 其实也难免被污染了很多 最简单的 我们总是在想说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这种想法 在佛教里面 是不正确 佛从来没有告诉你 死了以后怎么样 你经典好好去看 所有经典都是告诉你 怎么样子生 从来不告诉你怎么死 因为这个一接着下去呢 问题就很大 就会落入外道的想法 叫恶之见 恶之见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一个生命 不断的延续 不管你说它是什么 你说它是灵魂也好 说它是 八世也好 说它是什么都好 就好像 除了这个身心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存在 那个东西贯穿着你的 生生死死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它是真存在嘛 如果真存在我们再来探讨它 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 当然八世也是一种说法 去后来先做主公 最后走 然后最早投胎 那讲投胎是 胎生才有投胎 那个化身就没有投胎 直接就取了你下一次的生命 的形态 那这里面很明显 都是在讲轮回 那你如果都在讲这些的话 那就保证你永远轮回 你根本出不了轮回 善有善报 还是报 恶有恶报 还是报 你永远出不了轮回 所以这样的思想 其实不是佛要教导我们的正知见 那是外道的思想 但现在整个佛教里面 你看充斥着这种外道的思想 佛教我们的正知见 反而不探讨 这种世事而非的 就父佛外道 讲的好像是佛法 其实他根本思想是外道的知见 那这样子怎么学佛 永远不会解脱 佛要教我们是随时 掌握住当下这一念心 只要这一念心你掌握得好 你的生命就是觉醒的 自在的生命 如果这一念心你不清楚了 没有掌握了 那就是一个迷失 不自在的生命 业力的生命 要在这个地方多下功夫 你才会随时觉醒 随时自在 随时解脱 但是要这样子的话 那必须把佛所告诉我们的法 交给我们的法 有充分的理解 对他有充分的信心 确定佛这样的说法 才是正知见 依着这样的正知见 来操作我们的身心 这个身心才可能解脱 那一定要在还没有死之前 就体正到解脱 你才能死以后是解脱的 死之前 已经有解脱的经验 但是还是有习气 业力的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身心 还是存在的 但是已经有解脱的经验 解脱的知见 现知现见 我正得解脱 这样子 有余的涅槃 有余的解脱 到最后死的时候 那就进入 所谓无余的涅槃 就真正的解脱 没有来世 不取后有 那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什么叫正阿罗汉 不受后有 也就是没有再来世 那没有再来世 是生命就消灭了吗 不是 如果这样 叫落空王 不是 是这一期的生命 结束了以后 不再有 后期的生命 就不再取一个 会生老病死的 东西 来依托 那它以什么形式存在 不可思议 你不要又想去 猜 所以我们现在 因为这样的思想 然后才会有种种的 所谓的 什么 我是谁的再来 什么这些 其实这些想法 多少都有外道的成分在 真正的 佛教 其实不谈这个 真正佛教不谈这个 多少有外道的成分在 那当然 它如果表现的 还是佛的成分比较多 我们还是可以同意 它还是在弘扬佛法的 但是 千万不要 忘了它所弘扬的佛法 而只是着眼在 它是谁的化身 谁的转世 那就 值不得探讨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着眼点 放在这边 我马上可以请它下台 我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不是很好笑吗 这个也不知道 那个也不知道 这个也学不来 那个也学不来 你说你是文殊菩萨 不是很好笑吗 所以 那个其实 心不得再考验 但是它如果用这一点点 来安慰自己 我是佛菩萨再来 然后我要更精进 我要更努力的修持 那这个还OK 还是我说法的时候 一定要很谨慎 千万不要说错话 这个还OK 它拿那个来提醒自己 那这一套理论 其实就密中善用 所谓修本尊 修本尊 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是本尊 不要诱致到那种程度 而是随时用本尊要求自己 希望让我的起心动念 都能够就生口译的行为 都能够达到本尊要求的标准 常常这样来要求自己 那久而久之 法屋上 至少可以取福忠嘛 对不对 我天天想当第一名 我努力的读书 至少十名总会有机会吧 所以 一样的 那如果说 我们能够用这样来理解 来修持OK的 那现在不是 为了要说服人家 就是我是某某某某大菩萨再来 先抬高自己 然后为了要抬高自己 为了要有吸引力 那接着也说 你是某某菩萨再来 我们是一起发愿来 哇一下子搞在一起了 那接着下去 两个就通通颠倒的圣者 两个不是圣者 然后自以为圣者 那这个就跟现在的 那个直销 有点点类似 当然我这样讲 不是说直销 东西不好 而是 就不断的 说好的一方面 说好的一方 然后大家都吹捧好的效果 那那些用不好的 用了没有效果 从来就不会说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 讲起来是三性循环 但是是一个利益的结构 就利益 共同体 那所以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得到很多 得益 获益很多 但是我们如果 再进一步去探讨的话 那事实上 再接着下去要问的是 你这个东西好没错 但是需要卖那么贵吗 因为接着下去 要探讨的是 好里面有没有恶业 一个能够帮人家得到好处的 那你从这个地方 获取暴力 不当的利嫩 那就有好的行为 但是里面积累的是恶的业 这些千万不值得 好不容易有一个好的产品 那你从这个地方 获取很大的利益 何必呢 你能不能两件事情 好事一起做 一方面好东西提供给你 一方面做好的服务 行不行呢 当然行 绝对行 所以很多事情 如果我们都能够从这些 比较本体 比较根本的地方去做思考 你就不容易犯错 那如果只要 没有这样子平衡的思考 常常以为我们在做善行 事实上是在造恶业 结恶业 譬如现在很多 绝症的 那就有很多偏方 一记搞不好的 不要一百块 它可以卖到十万一百万 它抓准你的心理 那我们在 一直想要让自己的生命 持续下去的这个望见 错误的知见 我刚刚为什么会 特别提到那件事 其实这种错误的知见 会让我们 做错误的追求 而佛法是要随时 回到你来 安住你的心 让你心不被业力控制 不被痛苦转 不管怎么样 我都能够把我的心 放着轻轻松松 这个才是佛法真正的智慧 跟定力 不是你修好了以后 就不会生病 不会面临生老病死 绝对不会 但是在人家怕的时候 你不怕 在那痛苦 痛不欲生的时候 你还能够安然自若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 而且才是真正的学佛 的重点 现在我们 常常都搞错了 搞错以后 你就发觉 你根本就不能受用 有错误的知见 修半天 其实是引刀错误的路上去的 不对 不能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我们的禅修 不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子 能够有神通 能够怎么样 不是 而是慢慢的让我们 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可以不随着静转 不随着身转 不随着念头转 把整个重点摆在这个地方 那慢慢你才会发觉 原来思想 就是念头不是你 身体不是你 你的衣报 你所受用的东西 更不是你 这样才能够把我 过去错误的以为我 我所彻底的看穿 彻底的放下 当你没有我 没有我所的时候 就没有轮回 而那个真正的我 他根本跟轮回无关的 也就是说 他 不好说 因为我一说有 大家又把他当成一个 恒常的存在 一把他说他没有 你又落到我空王 而事实上 绝对的法界里面 也就是真正的法界里面 没有生命 这个才是我们修行 最高的价值 就是就静的疗异 你要修到那个 不生灭的东西 他才是真正的修完了 叫就静的果位 你如果修半天 还得生灭 还得轮回 还得怎么样 那都代表 还不就静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知道 我们不就静 但是在探讨这个不就静里面 不能要希望 达到就静 结果用的还是永远不就静的方法 修的越多越不就静 修的越多我执越深 我所拥有的欲望越大 那修这种行 当然是颠倒 当然是颠倒 一定走错路 所以在这边要多一点点深入的去思维 那我们如果不能思维 那至少就依着法来试看看 就照着佛所告诉你的方法 如实的去实践 而不是弄半天 还是用我的思想再判断 永远跳不脱这个业力的习气的颠倒的我 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再修千万劫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你用轮回的手段 一定在轮回里面 你如果认为有一个我 然后在这边 在那边 在这一世 在那一世 那永远轮回 那我们可以这样讲 你的当下是过去 还是未来 当下 既不能说过去 也不能说未来 那当下是什么 当下是空 根本就立不住一个什么叫当下 如果用物理这方面来谈 当下是个不据点的点 大家听得懂吗 我在一张白纸上点一点 说它是点 这个点不是真的点 它有体积的怎么是点 真的点是没有体积的 真的现在是没有过去未来的 你说一瞬间 一弹指 都只是在形容它 根本短到不能再短 那我说我现在决定怎么样 意思是什么 我这个想法维持一段时间 我现在要干什么 其实这个现在一直在动的 不是真有什么现在 那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慢慢的 我们那执着的想法 慢慢就放掉 执着想法放掉以后 你在每一个当下没有念头吗 而是不被那个念头绑住 可以有念头 不被念头绑住 那这样的话就是不着念 不执着那个念 不执着那个念的时候 才可以看到 念它到底是什么 这有点深 我们常常不晓得念是什么 但天天被你的念控制着 我们修行一定要慢慢能够 找回一切的本来面目 它是什么 我知道它是什么 不要还是错误的解读 不断用错误的思想 不断用错误的行为 然后想去修行 根本就错了 你怎么修行 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修行 使不上力 感觉好像修了半天 没有用 都是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 不断地用错误的思想 错误的态度 错误的方法 那不断地修 那当然永远错 所以这个没办法 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学很多 比如说 昨天也有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女孩子 是疫情的那个小姑的女儿 她长得很清秀 看起来就是一部很有学问的样子 她问我 她也有一段时间参加某一个团体的 就是读经论的 然后她发觉 她好像读了很多 而且几乎应该整个教她的 她也都差不多都可以理解 但她发觉好像都用不上 问我怎么办 发了好几年 研究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发觉她跟日常生活里面 根本就配合不上来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 就是说一开始就是误导 为了要达到什么目的 然后把这些 用什么方式来讲 让大家接受催眠 然后催眠进去 她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 事实上通通不是佛法 讲的通通不是佛法 佛法是要让我们紧醒的 醒过来 有智慧 能够做得了主的 结果现在大部分的团体都是 用某一个目的的思维 比如说 不断的跟你讲 布施有什么功德 那目的是要什么 目的是要你供养它 然后不断的说 放生有什么功德 然后再举办一个放生 那目的是要你捐钱来买东西 多出来的钱是它的 我这样讲是有点恶劣 就把我当坏人 但是我这样讲 其实是有根据的 否则的话 那钱到哪边去了 所以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在讲东西的时候 你若也能够冷静的去听 他讲的有道理没道理 你就不会被骗 就好像现在 我们都算是受教育的人嘛 那为什么很多 都还会被 那个诈骗集团骗 你没有判断 是非的智慧 你的心里面 不是有那个不安全感 就是有贪念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一份 很扎实的无名跟习气 如果我们看不到 很容易被骗 善用人性的弱点 你就被骗了 而我们现在修行 是要慢慢让你看到 你人性的弱点 而那个人性 不是我们佛所说的 心性体性如来掌 而是我们讲的人性 其实就是人的习气 业力 你一定要先 能够看到这些的不如理 慢慢的 你就不会被他骗 不被他骗就不被业力转 就能够转业力 好 不好意思 讲太多 我们第一堂课的进度 还是要把它做完 因为我们这两天 就是受八观再建 尤其是今天 那这一次开始 我们做一个改变 就是我们平常 明天的中午 本来还是吃水果 那现在我们改成中餐 就用西饭 什么那些 就用菜了 那我们晚餐 就不再另外准备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改变 就是希望能够再跟佛法 做比较密切的结合 因为很多修行的人 他们习惯是过午不时的 过午不时 所以就把午餐 当成一天里面的正餐 那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跟最早期的 就是传统西藏的扭裂 是相符合 因为西藏扭裂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日中一时而已 但是他们是吃五穀杂粮 就吃这些会饱的东西 不是吃水果 所以我想我们慢慢的 就是说把那个 吃水果的那个减少 因为我发觉 如果都只是吃水果 其实你的身体会偏阴 偏凉 就是身体能量会不太够 所以它不是一个值得鼓励的法门 短期的改变 OK 长期的受用 不是很健康 不管从哪个角度 尤其像我们是修密的 那更在乎的是 你内在能量的 能不能做主 那如果修到最后 其实是被身体的 那个阴性良性偷垮 那到最后你做不了主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吃东西 目的不是要好吃 而是目的是要 让你的身体有能量 可以正常的运作 甚至往正面的去运作 我们现在人吃的很多 吃的很阴阳 但是让你的身体是 不断的往负面在推动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体格很难看 就是这边有癌症 那边有癌症 尤其是肾 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的饮食 出了问题 那一个修行人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吃 该吃的食物 包括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戒 定会一样 你不能戒进取 或者见取 戒进取来自什么 或者见取来自什么 我觉得吃水果 有很大的功德 什么 这个叫见取 吃水果有多棒多什么 事实上这个要在检验 是这个样子吗 就好像修苦行 容易成就 是这样子吗 这个都要再进一步的探讨 才能够知道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因为我们人云亦云 就人家怎么讲 我们就怎么听 其实在脑筋里面 已经装进了太多 不健康 不正确的想法 它也变成你 八四田里面的种子 隐约的还是影响了 你的第六四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慢慢的我讲 把没有价值的 我们就慢慢把它看破放下 不要执着 那好的 当然要再继续的发扬光大 好 我们拿着法本 从第一页的三点二这个地方 三宝诸佛妙法众中尊 乃至正悟菩提我归一 以我修行布施诸善根 为立一切有情愿成佛 三宝诸佛妙法众中尊 乃至正悟菩提我归一 以我修行布施诸善根 为立一切有情愿成佛 三宝诸佛妙法众中尊 乃至正悟菩提我归一 以我修行布施诸善根 为立一切有情愿成佛 只至得登佛果位 我应欲度诸有情 常以此念 屈归一 三宝佛陀法其身 智慧悲心与双曰 勇猛精进 为立与众 愿于佛陀尊荣前 生起圆满菩提心 只至得登佛果位 我应欲度诸有情 常以此念 屈归一 三宝佛陀法其身 智慧悲心与双曰 勇猛精进 为立众 愿于佛陀尊荣前 生起圆满菩提心 只至得登佛果位 我应欲度诸有情 常以此念 屈归一 三宝佛陀法其身 智慧悲心与双曰 勇猛精进 为立众 愿于佛陀尊荣前 生起圆满菩提心 接着我们受八观斋戒 齐情十方诸佛菩萨 如等尊圣 请眷顾我 正如往昔 善世 如来 罗汉 正等圆满佛陀 如充慧马 大龙 大象 所作一半 更无所作 舍弃购运 得己利益 穷尽轮回 诸有结王 清静言说 言容心意 无肉智慧 具足功德 为了饶以一切友情 未能利益 令得解脱 令无饥荒 令无病苦 令得圆满无上成就 三十七绝诸之道品 未能确定 能达正物 无上正等 圆满正果 今未行者 完整无肉 行说戒不上 今行者我 亦如是说 从此致命 破晓之前 为了饶以一切友情 未能利益 令得解脱 令无饥荒 令无病苦 令得圆满无上成就 三十七绝诸之道品 未能确定 能达正物 无上正等 圆满正果 我亦如是 完整无肉 行说戒不上 你要达到 无上正等正绝 基本上还是要从 最根本的戒 这边下手 那戒当然就包括 我们身 口 意的受用 的行为 这里面 不该有的 能够不要的 就尽可能的拿掉 比较不会受污染 干扰 尤其那些受用的惯性 一定要想办法 把它改掉 我们在欲界里面 出不了欲界 就是我们有 男女的欲望 饮食的欲望 睡眠的欲望 最主要是这三个 那你若要出欲界 那慢慢的这三个 都要解脱 不然要死了 还想肚子饿 想吃什么 那就很麻烦 好 接着我们就来念 戒文 从此我将不杀生 他人财物亦不取 不敬刑法 皆不做 谎言妄语 也不说 众多过失之禁音 酒精饮料 全戒除 高广大床不坐卧 非食食物亦不吃 香水花满 朱庄严 歌舞祭乐等戒除 恒常犹如阿罗汉 不行杀生等恶业 我亦戒除杀生等 愿树正德无上绝 愿从生死大海中 肚子纷扰苦世间 我们再念 从此我将不杀生 他人财物亦不取 不敬刑法 皆不做 谎言妄语 也不说 众多过失之禁音 酒精饮料 全戒除 高广大床不坐卧 非食食物亦不吃 香水花满足庄严 歌舞祭乐等戒除 恒常犹如阿罗汉 不行杀生等恶业 我亦戒除杀生等 愿树正德无上绝 愿从生死大海中 肚子纷扰苦世间 从此我将不杀生 他人财物亦不取 不敬刑法 皆不做 谎言妄语 也不说 众多过失之禁音 酒精饮料 全戒除 高广大床不坐卧 非食食物亦不吃 香水花满足庄严 歌舞祭乐等戒除 恒常犹如阿罗汉 不行杀生等恶业 我亦戒除杀生等 愿树正德无上绝 愿从生死大海中 肚子纷扰苦世间 最后我们念 离满持戒 所以我们持戒就慢慢能够远离过失 能够让我们身心都 失罗就是清净的意思 希腊 它是梵文直接翻那个印过来 也就是清净 我们保持清净 当然里面没有贪真吃慢衣 所以如果你修行修办 只有自己修得很好 我修得很好 你们都没有修好 那就是脚慢 那心又不清净 这样的人会修得好吗 当然没有真正修好 所以持戒到最后 其实也是随时看着我们的心 有没有犯错 如果在这个地方就能够把它摘掉 一犯错就让它 因为心念只是心念 心念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要拿掉它很简单 但是你讲出来 一言碎唇 数骂难堆 那话讲出来就收不回去了 行为做出来也收不回去 但是心念一出来 然后就把它化掉 这个是最高的修行原则 这是最高 最有智慧的修行人 这样是最快 最直接了当的修持 因为接着下去你都不用管 刚开始就把问题拿掉 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不晓得刚开始不晓问题 等问题出现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绝招为什么那么重要 你如果没有训练出绝招 那其实修半天都是马后号 修半天改变不了什么 Om 啊 呼 感谢观看